民生医院病人安全事件说明 经调查史事件 是传送人员、病房护理师、开刀房护理师、 麻醉科医师及外科组织医师 为依照规定明确辨别病人身份所导致 后经病房护理师发现异常 主动通报 本院立即以病人安全事件处理启动调查 本人对此事件表达深切的检讨及歉意 目前两位病患的身体状况稳定 生命迹象稳定 没有明显的后遗症 后续医疗团队也会持续的照顾 受影响两位民众的身体健康 经医疗品质继病人安全委员会调查之后 确认以上五人均未依照标准卓越流程的规定 来辨识病人身份 本院已召开人事会议审议 针对上述书师五人 进行责任追究及记过处分 本院也会配合卫生局的调查 与接受处分 本院明定有病人辨识作业标准 以及手术病人辨识 手术部位、手术程序确认作业标准 未来也将严格控管内部员工的病人安全教育训练 严烦类似事件再发生 维护民众的权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